大家好,我是混水,欢迎留言分享,comment,like,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 还有一些经济学的知识的话,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30万的免息分期个人理财信用卡裁技已经成为过去 最新是已经可以去到52万或以上的超级裁技 除了可以立即帮大家免息分期,可以拿到这52万的流动资金之外 也都有其中的15万是可以好像永续机那样择住数,不需要立即去找数 这种的52万财技是在现在经济更加困难 甚至乎河洞潮发生的势度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去度过经济难关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更加多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场和打赏服务 亦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又是这个执轮的消息 南小馆泉湾分店就结业了 很多大型年锁餐厅食肆都接连失手 现在有泉湾街坊发现,在这个预警新城,泉湾那间 南小馆分店就疑似结业 泉湾店就未有开店 当中的Post 的楼主更加说 预警的南小馆也做不到,往日生意大派长龙 翻查了OpenRice 的资料 目前的页面已经显示该分店已经结业了 这件事,就这样看南小馆不是很高价的餐厅 都是一些中档以下的餐厅 可能人均200元都吃到一餐 但可能对于一些基层来说 草湾的越境新城都是被草湾的大区去围住 未必是这么多中产华以上的客人 现在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算你是中产也好,分钟你背着一层负资产楼 住住三房,但要吃双双饭负资产的情况 所以百多元对他来说,未必是一个很便宜的数字 反而是双双饭,或者一些比较贫穷物品的菜式的餐厅 才能够生存下去 我小时候就住那区 所以我都很明白那区周边的规划是怎样的 如景新城,你旁边已经是个封屋的屋寸,就是福龙村 福龙村基本上我理解 大家的消费都不会愿意给百多二百元去吃一餐 通常大家都是降维消费的 我不是说贬低他们,我自己都降维消费 我昨天断食,我昨天断食,我昨天只花了20元 就是因为我出去搭车就搭了10元 然后回来搭10元 我昨天完全没有用过一元在食物身上的 因为最近很多人都送月饼,我都吃月饼,然后再加两个里,一个苹果就搞定了 我今天也打算吃两个月饼加一个苹果就搞定了 现在大家都在降维消费 反而我们这些都叫做有现金流 我们都不是说很贵的一班人 但是我们都在降维消费 甚至乎我自己转食社交媒体都明白 例如我们有一个经济的议题很认真去分析 没有联系人的,没有人在关注的 但是当我真的在社交媒体上去购买零电费 我是金融林超英,几千个赞 大家都是喜欢看一些降维消费的东西 我现在就是我自己都降维消费 就是两送饭现在是大行其道 但是有时候我也觉得两送饭不健康太贵 我去街市那里,可能是买一抽三个 就可能每天吃三个 再加上我们这些都经常见人的 有时候有些商务上的午餐 可能我现在短食,一天吃一餐而已 那我一餐吃完搞定 然后可能回家肚子饿的 就顶多咬个苹果 因为一苹果,医生与地围 那我就经常搞定的 就是我现在的消费模式是降维降到这个地方的 冷气又不开了,我家装了太阳 我的太阳流推动 所以电话是这样的 我现在是降到这个地步 但是我自己也曾经过一些中产的生活模式 但是现在我都降到这个水平了 所以就 不是太多人在这个时代 我们就说降维消费 就是很多人身陷险境 身陷军境 真的慢慢把消费压到下来 还有一个观察就是 刚刚说的这些 蓝小馆 他们没有去到一些中产的餐厅 就是可能 比起平民餐厅 贵了一两个档次 百多元消费的一家餐厅 其实这些店铺也争扎当众 很多是贴了那些 告示牌出来 就说外卖自取 但是在做五六十元的生意 其实他都试图是 好像抢回一些双送饭的市场的一些措施 但是很多我看到都不是太受欢迎的 因为他说 叫他真的将价去到三十几四十元 跟双送饭直接竞争 他又做不了 因为你在这样的商场 譬如如如今新城 这样租 一些店铺也有上厂的租金 所以你的成本就未必可以 压到好像双送饭那些 大陆生产这么便宜 但是他又要去想抢那些生意 你看到他其实都是一个 挣扎 险境当中 中产的生意他做不了 便宜的生意他又不够双送饭竞争 那最后只下一个结果 就是倒闭 都没办法 现在这个是整个香港 整体的困局 你行业 特别是大家大业的店铺 这些连锁店的店铺 要转身就不是很容易的事 就是管理十几间分店 这个不容易做 反而是小店 一两间分店的老板 或者是家家主 在家庭形式 去经营茶几间 反而可能有机会 能够生存得下来 但如果连锁到十间或以上 就很难去处理 反而去到大快活 大加乐的等级就不同了 你动了一百多间 那你就容易调配 那些成本资源 但这些十几间那些 就相对上是难做一点的 比如你刚才说的那些连锁的快餐店 他们是有一个很中央的食物工场 那个食物工场的效率是高的 可以同时供购给很多他们旗下的一些门铺的餐厅 但是如果你可能店铺不是那么多 好像人家有一个很中央可以很有效率的高效的食物工场的话 你又享受不了那个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 所以都是一些有趣的观察 而且现在的人消费都很聪明的 例如我吃饭 我和你吃饭 或者我吃组装饭 我都是精准消费的 我都会去商场那里吃商场的店铺 但是我又会存商场即份 又会计算 就是用某一个Apps 你用某一个Apps去付钱的话 吃饭可以平100元的 然后我认为国泰的Asian Miles 然后我用某张信用卡又可以有约干程度的回证 我都是左计右计的 现在我发现大部分人都懂得左计右计 为什么我现在这么熟那些信用卡的东西 可以做到52万的财技的一个操作呢 原因就是我不停地讨论 那你讨论得多就可以找到这些可以转空置的空间 所以大家这一段时间经济难做 你还未了解如何去52万免息去套现财技的话 那你就快点快去学 否则之后一生大祭的话 那你就后悔莫及 还有你这个套息回来的话 只要你懂得去加以投资的话 你是可以变成一个无风险套顿 我计算过的 其实是可以赚2-3万一个月的 如果你52万免息回来的话 那这个就有机会再说多一点 那我们这次节目就来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再跟大家见面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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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想介绍在现在这个市况里面 多有趣的两套股票策略给大家 第一套股票策略就叫做 Event Driven Approach 中文就叫做事件有道炒股方法 如果大家对于港股美股 现在一个很艰难的市况 是有些不知所措 希望可以学多些东西的话 那你就可以联络一下90后投资经理阿妍 填一填那张Google form 那张Google form 也是放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 你可以找他联络一下 不需要经过我的 另一个就是TraderK的AI炒股方法 TraderK近年就研发了一套的AI炒股系统 这一套系统也是拿了科学员的奖项 也都尽注在里面 莫言之已经得到业界的认同 这一套的方式似乎在现在这个市况里面 可能都会有一些有趣的效果 可以带到给观众去了解和认知 如果大家对于这一种的炒股或者资产管理的方式都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填一填下的那张Google form 去找一找TraderKey 让它去和你分享多些 它的股票心得和这一套系统 AI的技术如何在现在这个市况 可以制敌先机和出其制成 首先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 comment like share我们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是刚刚才开始营运 也都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最紧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一件事是非常之紧要 如果平时喜欢看我的影片 也都多点去看多点去loop 最紧要就看完整条片 那我就无言感激了 除此之外 我们也都有一个YouTube80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80元的会员计划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个专有环节 去解答大家的问题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 我们也是会解答的 你问我们100条 我们也是会解答回100条 所以是非常之划算 除此之外 我们也都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就算在留言和caption那里 都可以见到这个pay me code 和pay me link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希望可以打上一下我们 看完整条片